过年在家,怎能少得了吃清蒸鱼呢? 家里有老人或者小孩要挑选吃比较少的 淡水鱼吃比较多一点 海水鱼吃就很少哦 海鱼一般就中间一排骨头,很少有暗吃 每天找不到新花样做菜的,记得关注我 主页有一千多道,详细美食哦 任豆腐先垫在盘底,撒点盐 话说点心是钱分,不点心本分 我教学这么详细,相信你会支持我的,谢谢 在娱乐表面,撒点盐 又有专业人士要点评了 蒸鱼撒盐,你是认真的吗? 这样鱼肉会变老 家常菜就要吃出味道,不撒盐真的很淡哦 再来鱼的表面,刷点油 这样蒸起来色泽比较白,也不会干燥 搭配葱姜去腥 上汽后蒸6分钟 等待的时间,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三式的切法 从葱的尾部,往前把它滚起来 越结实越好 左手握料稳,右手下刀准 脑袋夸千万别打盹 再来切点红椒丝 搭配生姜丝 蒸鱼的三式就搞定了 鱼蒸闻之后,倒掉多余的汤汁 一条鱼蒸出两条的效果 蒸鱼豉油不要淋在鱼的表面 不然会影响它的色泽,不好看哦 先下蒸鱼豉油 最后再淋油 这样酱油的味道特别毒 这鱼看上去就很鲜嫩 吃个鱼头当领导 就问你吃不吃呢